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3月5号就要进行好多州的初选 党内初选包括科罗拉多州 就是所谓的超级星期二 在超级星期二的前一天 星期一联邦最高法院说 科罗拉多州必须把川普的名字放回到选票上面 那当然对川普来讲是个很大的胜利 这怎么一回事呢 那是因为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 他们才觉得呢 因为川普呢 因为有人就有法官认为 那么川普呢 涉及到叛国罪 因为2020年大选之后呢 很多川粉的觉得不承认这个选举的结果 所以2021年1月6号 在攻占了国会 那事情闹得很大的一个动乱 很大动乱的 那就很多人讲说 这就是违反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 宪法第14条修正案 中间一条讲说 如果犯了叛国罪的人呢 不能够再竞选公职 那你这个就是叛国罪 叛国罪呢 所以你的名字呢 不能够出现在选票上面 那么联邦最高法院说 你科罗拉多州的 就推翻了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 就是川普呢 可以啊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州啊 就是可以单独说 把哪个候选人的名字从中间提出啊 那当然就川普来讲是个很大的胜利 因为这个影响呢 可能会影响到别的州的这些决定 因为有的州呢 觉得川普呃 可以在选票上 有的州本来也说 川普的名字必须要提出 那现在联邦最高法院 已经做出了最后的一个裁定了哈 那川普当然就等于赢了嘛 但是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定呢 是说不能够把川普的 就把候选人的名字呢 从这个选票中提出 那他并没有说 到底川普有没有违反第14条修正案 没有说你是不是真的犯了叛国罪 所以在将来要辩论的话 这也是个辩论的题目 但是呢 那这样的川普在在礼拜二的时候 超级星期二呢 哎就可以就可以选的就很风光了 很风光的超级星期二呢 共和党有15个州 民主党有16个州进行党内出选 那你要获得多少票 才能获得他们党的提名呢 那么共和党的全国党代表 有2429 2429人 所以川普要获得一半的话呢 是1215 所以他获得1215个党代表的承诺 他就获得党的一个提名 那民主党这边呢 总共是3934 3934 所以拜登要获得一半 就叫1968 那就要获得1968个党代表的支持 那就可以获得党内提名 那这个数字什么时候会达到呢 大概来讲在3月中旬 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数字 那这次的选举事实上 没有很激烈 没有很激烈 那么民主党内部 当然没有人挑战拜登嘛 那共和党内部呢 唯一挑战川普的 现在只剩下前南卡的州长海力 海力到目前为止呢 只有上个周末赢了一次 就是华盛顿DC 华盛顿特区的这个 这个这个党 共和党党内初选 拿了19张这个票 那其他就没有 没有获得任何的 赢得任何的初选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么海力要能够变成党 共和党的提名就很难了 但是海力接受媒体的时候 就讲访问的时候就说 就算川普出现 他也不保证会支持川普 本来在共和党今年 今年党内初选的时候 各个角逐者在辩论的时候呢 都签了承诺书 承诺书就是 不管将来党支持谁出谁啊 我们都支持这个人 但是海力到那也签了 但他现在说 那是那个时候 他说我现在的 共和党的情况已经改变了 那我不支持川普 所以我不受承诺书的约束 所以那承诺是白承诺了 所以这是共和党内的情况 但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是一路势如破竹啊 过去讲说 如果唯一能挡住川普的 大概就是司法程序 现在司法他又过了一关了 那后面谁能挡住川普呢 我们慢慢看 可是就川普的支持度 全国性支持度来讲 超过拜登啊 上个礼拜纽约时报 公布了一个新民调 川普的全国性的支持度呢 支持他的48% 那拜登呢只有43% 所以拜登最大的问题就是 支持多么高 人们没有这种冲动 一定要把拜登推上 白宫的宝座不可 这是他最大的一个弱点 第二大块新闻呢 我们看中东 中东呢 以色列哈马斯的战争呢 打了这个 加萨走廊里面 巴勒斯坦难民呢 他的生活非常惨啊 那么各种媒体都爆出来 所以国际上也跟以色列很大的压力 要说以色列说 你起码先停火 让这个救援的物资啊 能够进去啊 那进去 所以呢美国啊就联合埃及啊 卡达进行调停 在开罗谈判 谈判希望能够调停 以哈停火 那本来礼拜一的时候 要开最新的一次会议啊 哈马斯派了代表去了 但是那他仰呼 告诉以色列说 你不去了 以色列代表没去啊 就是就是跳过了这次谈判 为什么呢 因为以色列的讲法是 我们提出了要求 哈马斯根本没有回应啊 你没有回应 那我怎么跟你谈呢 那以色列提出什么要求呢 他就说 要停火可以啊 那你哈马斯必须把人质的名单先给我啊 因为我们停火要交换人质 对不对 哪些人是死的 哪些人是活的 你名单要给我 然后第二呢 你可能是要我释放 你监狱里面的这些 哈马斯的这些囚犯 那那释放的比例是多少 你要我释放多少 这也要确认我才可能答应 我才可能停火嘛 所以你名单不交来 我不可能停火 那哈马斯是说 你不停火 我怎么给名单呢 因为有的名字 有的人人质不在我手上嘛 不在我手上 我可能这个加萨走牢里面 还有别的激进组织啊 那不在我手上 我只要停火以后 再帮你查呀 那么哈马斯提出了三个要求 第一个停火 不是说什么六个礼拜停火 让你这个人到救援 不是 我要永久停火 然后第二呢 乙军要撤出嘎萨 你不能继续占领啊 然后第三呢 流离的这个 失所的这个 巴勒斯坦人呢 本来从嘎萨北部 因为战争被赶到嘎萨南部 你要让他回去嘛 这个要求其实也不过分啊 但是以色列说 没办法做到 你这个 这上都是断圆残壁嘛 那么回去 以色列就不想谈嘛 不想谈 不想谈 就当然你看国际商业压力还在 但比色列不想谈 国际上压力还在 那么别的声援 哈马斯组织的这个 像比如胡塞武装啊 所以红海这边的这个 冲突也依然在存在嘛 那上个礼拜呢 就那么就发生一件事 就是红海的海底电缆呢 被切断了 被破坏了 被破坏了 就是它是联系 这个亚洲 欧洲啊 和中东 那个通讯网啊 那个海底通讯网 包括internet 都不通了 都不通了 很多这个网络啊 25%就毁掉了 毁掉了 所以很多电信公司 就比如绕路啊 绕路 他们当然 不是只依赖一条嘛 就绕路 但绕路是要问你 谁干的呢 谁干的 当然大家都是指说 一定是胡塞武装干的嘛 但是胡塞武装说 不是我干的 我也很依赖 海底的这个线路啊 网络啊 那么叶门政府也说 不是我干的 我们还说 大家要保护好海底的网络啊 所以他们说 是英美他们干的 英国 美国 你要打胡塞 你降货给我 现在不管谁干的 你就发现 像这样的一个冲突 从地面上冲突 到海面的冲突 连海底的 那个 这个电缆啊 网络 通讯网 都破坏了 那这个影响很大 所以以色列跟哈马斯战争 一天不能够有色突破 那类似这样的冲突 破坏呢 可能还会层出不穷 这是我们追的第二个新闻 第三个新闻 我们要看的呢 那就是 俄国跟德国 最近发生一件事 在上礼拜五呢 3月1号的时候呢 俄国的媒体 公布了一个38分钟的窃听的录音带 窃听什么 窃听德国空军军官的高级军官之间的对话 对话谈说 呃是否要提供这个巡异飞弹呢 给乌克兰啊 包括多少枚飞弹啊 怎么用过去 那么以及呢 那乌克兰可不可以在没有德军的参与的情况下 他能够独立作战啊 那这个事情很大 后来因为德国后来也证明这个录音带是真的 真的 那就是德国高级军官之间的对话 被俄国给窃听了 那俄国窃听了 他选择这个公布出来 那他还窃听了多少 在多少 所以德国的这个机民党的反对党就讲 这个窃听的丑闻啊 他是偶是一次性的呢 还是结构性的 那你德国德国军方要给个交代啊 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那就是整个要用武器给给到到给乌克兰 那俄国就说 这个录音的公布出来 就是德国总理萧姿 你到底有没有在管事啊 这是你的意思吗 那德国的官方的讲法是你这时候公布出来 你是想分化盟邦是不是 你就是想证明其实德国并没有很想支持乌克兰 所以所以德国在想说要不要援助啊 还讨论啊 啊 因为德国基本上他们里面也讲到官方是不同意 官方是不同意把这样的一个高级的巡运飞弹就给乌克兰 有乌克兰如果用巡运飞弹的话 很可能达到俄国内部的目标 那么乌克兰的目标那整个战争就会扩大 所以德国基本上官方是没有放行的 所以他们才会高高级的军官才会讨论 空军的军官才讨论 那到底要不要给啊 政府没有同意 怎么给法 那我德军没有参与 那乌克兰你需要多少你怎么弄 所以这几面各个方面都是一个丑闻 是到底德国有没有想给乌克兰武器 到底为什么被窃听 或到底俄国为什么选择这时候公布 这个里面都还可以往下追 所以这是最新的一个德国跟俄国的一个新闻观察 最后一个新闻呢 我们看一下海地 你说的加勒比海国家海地呢 海地本来就是黑帮的很乱 可是最近更乱的问题就是 上个礼拜六啊 海地的一个黑帮呢 这个武装团体呢 袭击了两个监狱 两个监狱打开放出来将近四千名重刑办了 但是海地的这个军警赶快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又宵禁了 要把他抓回来 但怎么可能抓回来 黑帮非常多 所以那几个黑帮就说联合起来 说他们可以推翻海地政府 那现在海地的这个首都太子港 几乎是黑帮在管了 海地的政府本来就是很乱 他又穷又乱 黑帮又猖獗 但是没有看过说几个黑帮放出来四千名重刑犯 然后呢 就黑帮想联合起来想搞政变 然后推翻这个海地政府 那海地现在政府当然讲说军警 授权军警 用任何的方法稳定秩序 那就看了 美国进不进去 这海地如果是个失败的国家 那谁会进去帮海地稳定的秩序 CNN的记者进去拍了很多街头这种 这种扫杀掳掠的这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那么会影响到美国什么时候排兵进到海地稳定的这个整个情势 这也可以持续来追踪 这大概上个礼拜几大块的新闻就为你整理到这里 我们下礼拜再见 这是一个大陆的这个画面 我现在说你会在这种扫杀的那种 我对你会在这种扫杀的那种 我会在这种扫杀的那种 我会在这种扫杀的那种